大家問好 拜託大家 10月13號 抱歉 打貝聲音金龍 謝謝 謝謝 謝國良 問候大家 向民眾一一握手致意 市長謝國良在立委林德福 葛如鈞 月元芝和林沛祥 四位來臨立委陪同下 前往大五輪商圈 向選民請安 呼籲民眾 10月13號要出門投下 不同意罷免 打貝聲音金龍 打貝聲音金龍 10月13號不同意 曾經擔任過八年永和市長的立委林德福 強調行政首長只要留在地方 就能夠造福市民 市長很認真很努力 我也當過永和市的八年市長 我非常清楚 一個認真的市長 只要留在地方 真的是造福地方 尤其基隆市 市民鄉親水平很高 那我相信這一次 整個霸選的頭尾 大家心知肚明 四次基隆市政府都贏 到法院去提告 基隆市政府都贏 為什麼 謝市長謝國良 他是要維護 整個基隆市民的市場 所以說 這些民進黨的側翼 甚至於包括民進黨 他們提出惡霸 講實在話 我相信 有很多民眾是不能接受 黑董掃街的立委 葉元之更是直言 許多民眾都不瞭解 為何謝國良會被罷免 我們鄉親也問我說 那個謝國良到底要幹嘛 為什麼被罷免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我只有得到一個結論 因為可能林佑昌 看他不順眼吧 所以 所以 要 上次林佑昌也來 不是在那邊宣傳嗎 要罷免謝國良 然後 本來連署快不通過了 民進黨基隆市議員 就跑出來連署了 趕快讓他通過 本來當初是說好像 什麼大日公司 什麼人工人不爽啊 你怎麼 沒有給內特啊 然後給了微風啊 現在 很清楚啦 法院認證啊 那大日公司就有行賄嘛 那基隆市政府 怎麼可能給這種公司 再繼續做下去 我們挺善良的人 我們反對 惡意的罷免 民主選舉 是需要大家 站出來 維護 我們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惡意的罷免 需要大家站出來 投下不同意票 基隆立委林佩祥 崔立挺謝國良 繼續執政之外 他更強調 大五輪地區的排水交通方面 這兩年都有所改善 呼籲選民用選票 對抗阻礙城市發展的罷免團體 爭取在明後年 把整條基金一二路 超過九千萬以上的工程 來慢慢的把我們的行道 全部改關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電線桿 直接在行道中間 或者整個齊樓不平的狀況 公路總局都承諾 在未來幾年之年 會全部把它做好 而剛剛市長也講到 不管是治水工程也好 還是人行道工程也好 甚至國道公車的工程也好 都是要中央的民意代表 跟地方政府 全力合作才能把它變好 而針對罷免團體 指稱二薪信用合作社 動員員工 出席謝國良的造勢活動 對此傳言 市長謝國良強調 這就是假訊息 恐怕有違反選霸法疑慮 現在很多民眾的想法 就是不知道罷免團體 到底在罷什麼東西 罷免團體不知道在罷什麼東西 是現在民眾最常詢問的問題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來報告 我想這幾天罷免團體 已經開始進行違反選霸法式的抹黑 指稱說我們要求二薪合作社 包括行員包括課長 每人多少都要有動員這樣的額度 我想這樣是絕對不實 而且違反選霸法 所以我希望罷免團體要提出更多的證據 不要只用一段錄音 根本不知道是誰錄的 根本不知道是哪裡收到的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這個錄音很可能是假的 那是不是這樣子就違反選霸法 立法院四位藍營立委 立挺謝國良 呼籲選民 10月13號要站出來投票 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都一定比較見到 Abby doubts 字幕提供